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 歡迎你點進來收看我的影片 我是老楊 既然你有點進來收看這條影片了 那就別點走嘛 反正都已經增加了一個觀看了是不是 你再點走那個觀看也是不會消失的 所以倒不如坐下來跟我一起聊聊天 這樣子多好啊 你說是不是 Alright 那我們2088年的第一條Q&A正式開始了 我相信已經隔了兩年了 你們不會再問一些智障的問題了吧 我是真的沒有想到隔了兩年了 你們還是這麼的優秀 可以跟我交往嗎 兄弟你先看一下自己的頭像 你至少拿一個美女的頭像來騙一下我 你拿這個頭像你問我可不可以跟你交往 你是 幾歲開始就破處了 什麼感覺 當時維持了多久 整天就會 有的沒的 不過他已經進步了各位 他不再是問我的雞雞有多長了 你和你媽是什麼關係 你是來拉屎的吧 各位朋友 我建議你下次可以跟你的老師一起討論一下這條問題 老洋嗨 想問你 偏喜歡的遊戲 是哪種的 可以用大聲公溫柔的回答嗎 謝謝 我偏喜歡 oh shit 他現在比較乖一點 如果要說我偏喜歡的遊戲種類的話 我會選動作劇情 因為那種遊戲呢 玩起來 又刺激 又可以看一下故事 蠻好的我覺得 第一次kiss有什麼生理反應 這什麼時候我都有點忘記 但是我記得那時候 我感覺到非常害怕 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現在就不會害怕了 kiss kiss 為什麼你那麼帥 沒錯 這一條是我自己放給自己看的 謝謝謝謝 有沒有考慮拍遊戲以外的影片 比如vlog或者劇情的那種 嗯 有的有的 但是還在籌備中啊 未來五年的生活規劃 OK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問題 也值得大家去想一想 自己以後的生活規劃是什麼 啊 shit 港普又來了 下一年啊 下一年我真的希望 建立自己的團隊 好好的發展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第二個目標可牛逼了各位 就是我準備要創業一個 屬於自己的潮流衣服品牌 你沒有聽錯 潮流衣服品牌 哇靠 我聽到這個名字 我都覺得潮 回到來正題啊各位 就是我之前呢 其實已經計畫了很久 要出一個屬於自己的潮流衣服品牌 那這個品牌呢 其實我真的是計畫了非常非常久啊 然後找人設計了很多的東西 很多的元素 包括我自己也參與在內 接下來屬於我要出的衣服呢 一共有四件 四個不同的圖案 代表了四個不同的意思 我只能告訴你們 那四件衣服真的是 很他媽的帥 不是開玩笑 很他媽的帥 請你們期待期待 如果你們是有興趣的話 記得記得不要錯過之後的信息喔 OK 身為實況主 最主要的是不是 會反應能力 語言能力 或者帶動能力呢 我覺得 身為一個實況主 最主要的是 你要懂得怎麼跟觀眾互動 你不能只玩自己的 比如說你如果自己玩自己的東西 他們肯定會覺得 哎呀這個傻逼 你在玩什麼東西啊 哎呀都不懂在玩什麼的 媽媽要不回留言喔 各位親愛的觀眾 接下來等我們一起來聽一下 世界第一YouTuber JohnnyMTF有什麼話要跟我們說 我告訴你們喔 我一開始大陸這行的時候 我並沒有想到 原來我是個男的 直到有一天 我起床的時候才發現 我有雞雞的 你們知道嗎 我有雞雞的 然後我想對那些Hater說 什麼 大便為了巧克力 跟巧克力為了大便 當然是吃大便啊 啊不是 Shit 不要緊張啊 當然會吃 大便 為了巧克力啦 是不是 哎呀 喜巴魯媽 差點說錯了 是什麼讓你成為YouTuber的 OK我覺得可以用兩個 詞語來綜合一下啊 第一 嗯 等一下 好像不應該這樣舉 第一 自由 第二 勇氣 對 就是這樣 曾經有想過放棄的鏈頭嗎 有的話是在什麼時候 我可以說啊 我從頭到尾 真的沒有想過要放棄 因為我覺得 只要我認定了這條路 我選擇了這條路 我就算爬也會爬完它 好不好 這才是真男人嘛 對不對 羊羊你有打算移民嗎 目前是沒有的 但是如果你要我選擇一個國家的話 我會選擇瑞典 因為瑞典那邊真的風景非常的漂亮 好像仙境般的感覺啊 沒有真的很漂亮啊 你們自己上網看一下了 哎呀 我不要說我吹牛逼啦 你們自己上網看一下 是不是 然後這樣現在一個人玩遊戲 會感覺到孤單嗎 哎呀 當然不會感覺到孤單 當然我不是有你們嘛對不對 每天那些留言啊 那些問題啊 都讓我感覺到非常的不寂寞 非常的不孤單 雖然有時候看多了 會覺得自己是快變傻逼了 但沒有關係 我還是很愛你們的 ok 然後你有個多出殺豬系列嗎 什麼時候來馬來西亞 可以 我以後會出多點殺豬系列的 希望你們也可以支持支持 那什麼時候來馬來西亞呢 我覺得要等到我的國家呢 可以實行這個居家隔離 然後馬來西亞再安全一點 這樣子才可以省時又安全 對不對 玩過西巴嗎 然後我問一個是 你玩了這麼久了 機智和驚悚類型的遊戲 為什麼一直 括號 手殘 沒有康復呢 這位朋友 我呢 從來沒有換過什麼手殘病 只是因為我的手 有自己的思想 你有自己的思想嗎 有啊有啊 哎西巴 想問你做這個主播直播 有沒有給你的生活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或者遇到什麼事情 讓你覺得可以學習到的 因為我知道YouTuber不好做 我之前呢也是做過YouTuber一段時間 之後覺得有點力不從心 就對了 是什麼樣的東西 讓你堅持下來做這些呢 先從最後開始回應吧 是什麼東西讓我堅持到現在 肯定是我有一個夢想 有一個目標 不過說真的這些年來我還真的學到蠻多東西的 包括帶人儲物 剪輯技巧 拍攝技巧 這些對我來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跟寶貴的東西 因為我當初入這行的時候呢 是完全沒有經驗的 包括完全不會剪輯 完全不會拍攝 都是自己一步一步學起來的 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物 為生活帶點挑戰其實也蠻不錯的 老楊安安請問你記得我是誰嗎 好了認真問 老楊之前來台灣說之後要來台灣跟粉絲吃飯 那疫情後有機會來台灣一起吃飯嗎 台灣呢說真的 我很想去玩很想很想去玩 但是你也知道啊 現在這個疫情真的不太好說 你們看一下前幾天台灣一下子 不是爆了幾萬例出來 所以大家先不要想吃飯了 想好如何防疫吧 我說的沒錯吧 你覺得你可能在三年內交到女朋友嗎 可能三年內我準備出家了各位 真的準備出家了 Alright guys 我們來最後一個問題吧 因為今天好像回答的有點多了啊 如果你們是對這個Q&A有興趣的話 我們之後分幾集來回答吧 因為最近的問題真的蠻多的 非常謝謝各位啊 最後這個留言呢 其實我在五年規劃那個問題呢 已經回答過了 不過為什麼我要放出來呢 就是我看到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這邊寫 希望老羊不要做到太壓抑或者辛苦 我們會一直都在這裡 希望未來有機會遇見老羊本人 也希望老羊可以一直開開心心 健健康康 其實這些話呢 也是我想對大家說的 如果你是覺得你的生活太過辛苦 太過壓抑的話 有時候來我們這個大家庭這邊聊聊天 也是一種解脫對不對 最後在這裡呢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未來一直開開心心 健健康康 因為現在健康真的很重要 各位 同時在這裡呢 我也會一直陪伴著大家 直到我在這個世界上消失為止 OK 好啦 如果你還有什麼問題想問我的話 你可以繼續在我的YouTube下面留言 也別忘記幫我點個訂閱點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你將來肯定會更加的開心 更加的健康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條影片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吧 See ya